中文童话 密兰王子 很久很久以前 在一个遥远的国度里住着一位国王 他的胡子一直长到了脚边 他就是强大的国王卡约塔 他的王国横跨五条大河和三座森林 国王希望能够观察他的每一寸土地和河流 亲自查看是否一切安好 因此他花了一年的时间 走遍了他的王国的各个角落 当他看到一切都很安宁 他十分的满意 在一个闷热的一天 今天的太阳太多了 如果我们中午出发的话是走不远的 我们先安营几个小时 等天气稍凉一点 我们再继续赶路 突然 国王口渴难耐 感觉如果不立刻喝点水 他就要死了 于是他骑上马去寻找河流或湖泊或其他的水源 他找了很久 来到了一个湖泊 湖水碧蓝 像水晶一样波光灵灵 国王太渴了 他趴在地上像猫一样舔着喝水 喝饱了之后 国王想站起来 但是有什么东西抓住了他的胡子 他看见一张巨大的绿色的脸正从水下望着他 快放我走 不然你会付出代价的 你的威胁对我不起作用 因为水下是我的世界 不过有一个条件我可以放你走 什么条件 你要把你王宫里最珍贵的东西给我 尽管你现在对他义不所知 好的 我答应你 听到这里 怪物松开了国王的胡子 放了他 国王终于回到了他的宫殿 受到了人们盛大的欢迎和欢呼 他的王后在宫殿门口等候 亲爱的 等你不在的时候 看看天使赐予我们什么 我们的儿子 这个王国的王子 你要把你王宫里最珍贵的东西给我 尽管你现在对他义不所知 原来这就是那个怪物的意思 他想要我的儿子 亲爱的 怎么了 看到我们的儿子你不高兴吗 哦 亲爱的 我太高兴了 我有点不知所措 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我的儿子 这个王国的王子 国王因为害怕怪物 把他亲爱的儿子带走 所以好几个晚上都睡不着觉 他要确保他儿子在任何时候 都被保护得很好 但随着时间的流逝 王子长成了一个聪明勇敢的年轻人 除了武器以外 他还对许多其他的东西感兴趣 国王渐渐地忘记了他对怪物的恐惧 但是有一天 当王子在森林里露营的时候 他和伙伴们走散了 正当他在森林里探险巡逻的时候 哦 米兰王子 伟大的看约他国王之子 我认识你马先生 你不认识 但你爸爸认识 告诉他你见过我 我还在等待他理行诺言 我们还会再见的 孩子 先再见了 王子把这个奇怪的来客的事告诉了国王 国王别无选择 只能告诉他的家人 他多年前对怪物许下的诺言 而他当时并不知道怪物想要他的儿子 听到这个故事后 父亲 承诺就是承诺 必须要兑现 我要亲自去那个绿色怪物那里 但是孩子 这个承诺是不公平的 难道喝几口水就要付出这样的代价吗 无论是什么 母亲 承诺一旦做出就必须遵守 事情不会像看上去那么糟糕的 我一定会想办法回到你们身边 现在请让我去吧 国王和王后知道王子是对的 很不情愿地把他送进了森林 送到了绿色怪物所在的那个湖边 当王子来到湖边时 他看到有十只鸭子在湖里游泳 还有十件衣服留在岸上 王子藏在一棵树后面 鸭子们一个接一个地走过来 穿上了那些衣服 他们立刻变成了美丽的少女 走开了 只有最后一个姑娘留在后面 躲在树后面的人是谁 对不起 女士 当我看到你们都在水里的时候 我也不知道该做什么 你怎么会到这里来 蜜蓝王子 如果你知道我的名字 那么你一定知道很久以前 我父亲对这湖底世界 统治者的承诺 统治者是我的父亲 我是海星星亚公主 她最小的女儿 好吧 我的确认为 你父亲喝几口水的代价太高了 但是 跟我来 我带你去见我父亲 于是 海星星亚公主在地上拍了三次 王子和公主来到了一个宏伟的宫殿 站在绿色怪物面前 太好了 你终于来了 蜜蓝王子 是的 殿下 我来旅行我父亲很久以前对你的承诺 终于来了 好吧 今晚 你可以先休息 但明天你必须为我建造一座金子做的宫殿 有一百间房子和一座有一千多花的花园 如果你不这么做 你的脑袋就会从脖子上掉下来 嘿嘿 为什么要等到明天呢 殿下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是不可能的 因为我不知道怎么造城堡 更不用说用金子了 你明天有一整天的时间 想个办法 王子坐在他的房间里考虑该怎么办 这种事情只能通过魔法 或者 是的 你需要魔法来建造城堡 王子你先睡 我马上会用魔法把宫殿建造好 不 公主 那样等于作弊 挑战已经摆在面前 我必须光明正大地完成它 但是 我父亲只是因为你父亲喝了几口水 而要他放弃你 这不公平 但这些年来 你的父亲并没有伤害我 不管你的父亲是否公平 我都不会作弊的 如果你真的想帮我 那可以帮我一个忙吗 好的 你说吧 于是 王子让公主给他带点东西来 第二天早上 他满怀信心地走到怪物面前 嗯 宫殿准备好了吗 哦 是的 殿下 看这里 什么 你让我为你建造一座宫殿 有一百间卧室和一千朵鲜花 好吧 陛下您可以数一数里面有多少鲜花和房间 你从来没有说过要让我在陆地上建造它 所以我在纸上造了它 就是这样 你真是聪明 蜜兰王子 我必须承认你是对的 嗯 再帮我一个忙 我就让你回到你父亲那儿去 我会尽力的 陛下 好 这里有一块钻石 它在我的手里 如果你能在明天之前把它拿走 你就自由了 否则你就会掉脑袋的 哈哈哈哈 那天晚上 蜜兰王子又开始思考 如何从怪物的手中夺走钻石 这时有人再次敲它的窗户 今晚你一定需要我的魔法来完成任务 让我去吧 我可以马上给你拿到钻石 不 公主 那样就是作弊了 谢谢你的帮助 但 我父亲对你的要求是不公平的 就这样吧 我不会作弊的 如果你愿意 你可以帮助我 你能帮我带点东西吗 什么都行 第二天早晨 王子来到怪物的院子里 惊慌失措 觉得就要死了 看 蜜兰王子 钻石还在我手里 这次你失败了 我明白 殿下 我接受失败 那么你的脑袋就要搬家了 你准备好了吗 是的 殿下 但在我的脑袋掉下来之前 我能许个愿吗 陛下 您知道我一直都是正大光明的 嗯 好吧 我会满足你 你可以向我提任何要求除了钻石 我希望我的脑袋从脖子上掉下来 是从这儿 不是从这儿 因为这个娃娃是我的一个复制品 这个脖子和脑袋也是我的 你只说我的脑袋会从脖子上掉下来 但您从来没有说会让我死 很好 蜜兰王子 你很聪明 非常好 你实现了你的诺言 我也要兑现我的 你可以回家了 告诉你的父亲他有一个好儿子 聪明伶俐 并且不会屈服于诱惑 诱惑 父亲让我怂恿你作弊 看看你是否会屈服 但你没有 你保持机智和冷静 光明正大的赢了 因此你应该活下去 统治你的王国 那么陛下 现在我们是朋友了吗 是的 告诉你的父亲 他不需要再害怕我 我将是他永远的朋友 如果你们都同意 我希望我可以把女儿嫁给你 你会成为一个好丈夫的 对不起 我是说了一些冒犯你的话了吗 没有 我们愿意结婚 于是王子回到了他的王国 两个敌人成了朋友 王子和海西西亚 从此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他说是王子回忆 我说是王子回忆 是王子回忆